好同学们刚才通过例一和例二我们认识了加法原理以及承法原理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通过例三来把加法原理和承法原理的区别给同学们进行一个讲解 首先例三的第一个小题啊 小刚去商店买衣服 那么可以从三件上衣四条裤子和两双鞋中呢选择一种进行购买 那么现在问有多少种不同的选择吧 那么这道题是让你选一种 那你这种可以选什么 上衣 可以选上衣 也可以选什么 裤子 可以选裤子 还可以选什么 鞋 但能不能同时选两种 不能 因为听众规定说只能选一种吧 所以你说这道题是采取加法原理分类呢 还是承法原理分布 分类 很明显 加法原理分成几类 三类 三类嘛 对不对 第一类选择上衣有三种 第二类选择裤子有四种 然后第三类选择写有两种 所以一共是九 九种 对不对 所以这道题很明显是采取加法原理吧 对不对 因为这道题是要选择一类 而不能同时选择几类吧 对不对 而且这道题它每类的方法都告诉你了 直接求和就可以了吧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看第二个问 小刚上学之前要大家穿衣服 对不对 现在他有三件上衣 四条裤子 两双鞋 那么数据和刚才是完全一样 对不对 那么它的不同搭配有多少种 我来问一下 这道题还能不能再用加法原理 不能 比如说你求的是三 加四 加二 等于九 那你告诉我 这件事其实很尴尬的 对不对 这个三表示什么意思 他只穿了什么 衣服 只穿了上衣 对不对 这个四表示什么意思 只穿了裤子 这个二更过分了 他表示穿了什么 鞋 只穿了鞋 对不对 这个小刚他不是个好人 是不是 所以如果你选择这道题 还是用加法原理的话 那你就只能让小刚 每次只能选一件衣服吧 对不对 这个小刚来说 身心都受到了打击 对不对 所以这道题就不能再用加法原理 进行分类了吧 嗯 这道题是 既要穿 上衣 又要穿 裤子 裤子还要穿 鞋 鞋吧 所以这道题分成几步 三步 现在是分步了吧 第一步先把上衣先挑好 穿起来 对不对 第二步把裤子挑好 穿起来吧 第三步是把鞋子挑好 穿起来 对不对 所以现在不再是三加四加二 而是什么 三乘以四乘以二 乘以二吧 二十四 所以小刚的不同搭配应该是有二十四种吧 明白了吧 对吧 所以通过第一题和第二题数据是完全一样 我相信同学们应该大概有一些体会加法和乘法的一个区别了吧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老师的总结 加法和乘法的区别呢 其实有很多 第一 加法原理是分类技术吧 对不对 而且每一类互相之间是独立的 比如说你刚才第一个问 你要么选上衣 对不对 要么选裤子 要么选鞋吧 每一类之间是没有联系的 对不对 那么而且只能选择一类 是不是 好 那么乘法原理呢叫做分部技术吧 部与部之间是相关的 你完成了第一步穿好上衣 才能再完成第二步去穿裤子 穿裤子才能完成第三步 就是穿鞋吧 而且和刚才只能选择一个进行对比的 现在是什么 缺一不可吧 这个能不能体会出来呢 我们今后在做很多题目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到 这道题目中 既会用到加法 又会用到乘法吧 那同学们一定要把加法原理和乘法原理进行区分 那你可以去想一想 如果有的时候 你该用乘法 用的是加法 其实就是闹笑话吧 对不对 你可以把这个加法原理和乘法原理的区别 再去好好的体会一下 好 我们这道题就讲到这里 好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